一次到了下雨天 通勤真的很麻煩 像是這幾天 因為封面的雨勢 就算我們有撐傘 但是身體還是會淋到雨 甚至連鞋子都濕濕答答的 這真的很困擾 有些人可能因為下雨天 腳又悶在濕濕的鞋子裡面 所以很容易 就會出現香港腳的問題了 主要就是因為香港腳 是皮險菌引起的皮膚疾病 這個細菌是喜歡生長 在潮濕又溫暖的環境裡面 所以下雨天 就是香港腳的浩發季節 而且香港腳 其實就分成好幾種類型 大家可以對症下藥 我們今天也幫大家統整出了 有四種類型 我們先來看看這第一種 是這種指尖脫皮型 這是大多數香港腳 感染初期的表現 氛圍是乾性還有濕性 乾性的話 就是腳指縫很乾燥 甚至會有脫屑 至於濕性的話 就是在腳指尖 會出現紅斑米爛 甚至可能會滲出一些液體 接下來更嚴重的 就是這種發炎水泡型 你會有很明顯的癢的感覺 而且這個小水泡長多了 還會變成大水泡 如果水泡破掉的話 腳底就會留下疤痕 還有一種是這種厚皮型 也就是你的腳皮的腳直層 會變得很厚 皮膚也很乾燥 甚至還會乾到脫皮 主要就是因為這種脫皮型 常常被大家誤會可能只是單純的 皮膚乾燥而延誤治療 所以如果是這種的傷崗角的話 要特別注意一下 至於最嚴重的話 就是這種會濫型 因為這個傷口會一路從指尖 擴散到腳掌腳背 而且常常會併發一些細菌感染 出現發紅 甚至是皮膚破損的狀況 而且會有非常大的疼痛感 如果沒有積極治療的話 這個感染處也會跟著擴散 所以為了要避免感染香港腳 日常的保健就非常重要了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今天有幾種保健方式 醫師就說你腳部要保持 涼爽通風 會流腳汗的人 其實你可以穿唇棉 或者是唇羊毛的襪子來吸汗 而且要常常保持你的足部乾燥 再來就是在鞋子裡面 你可以撒上一些 像是肺子粉或是滑石粉 來減少出汗的情況發生 而且在回家之後要立刻脫下襪子 去洗腳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記得你用吹風機 要把雙腳給吹乾 防止黴菌滋生 不只是洗完腳之後 要記得把雙腳吹乾 像是在洗澡之後 或是游完泳之後 也要記得把雙腳擦乾 或者是用吹風機來做吹乾 至於你也可以在鞋子上面的 選擇下一些功夫 一般來說 為了避免黴菌的滋生 你可以選擇通風的鞋子 像是涼鞋或是拖鞋這一種 你如果真的逼不得已 可能說是要上班的話 一定要穿包鞋 也建議盡量是選擇真皮的鞋子 如果你的家人有香港腳 是記得千萬不要跟他穿 同一雙鞋子 或者是同一雙室內拖鞋 而且襪子一定要分開洗 避免交叉感染 而且其實黴菌 是會附著在地板上的 所以在家裡的話 盡量要穿上室內拖鞋 也能避免把香港腳傳染給家人 做好以上這些好習慣 就可以有效的避免黴菌滋生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爆米汁 再提供給大家做參考